上上禮拜部分的話是講到有關那個 就是也是一樣 把那個環境設置部分的再重點回顧一下 基本上一定就是我們用了Eclipse環境 Eclipse環境跟那個 將來如果你去考證照那個Spy的比起來的話 當然Eclipse絕對是在那個專案管理上面 或者是你輸入程式的時候提示 Debug各方面一定還是比較強大的 而且強大很多 只是說因為他們考試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想到用Eclipse 所以目前大概你如果去考試的話 電腦裡面一定會有Spy的 但不會有Eclipse 所以如果你要去針對考試的話 恐怕你要慢慢熟悉那個另外一套叫Spy的 那這一套那個編輯器後面我們 我也會再帶一下 讓大家熟悉一下 怎麼去使用Spy的做開發 不過我倒是比較建議用Eclipse來開發 因為它相對的那個 你在做後續的處理會稍微完善許多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上禮拜主要是講到有關那個邏輯相關的判斷 另外的話也有講到有關那個把它改寫成VBA 那兩者之間的話我是建議就是說 其實儘量還是能夠把那個 比如說到底 將來以前你寫過VBA的程式 有沒有辦法把它轉換成Python 那我之前有跟各位提過 它離兩者之間有一些差異 但差異我是覺得大概都可以理解 比如說像IF一樣是IF開頭 邏輯判斷一樣是 只是說後面呢在VBA後面是加一個Zen 可是在Python是加冒號 OK 其他的話 像ELSIF的寫法ELIF 是Python的寫法 那VBA是ELSE 它多兩個小寫的單字 其他大體上都大同小異 另外的話 怎麼做那個適捨五路 怎麼做那個 就是串接跟換行等等的相關的應用 另外有提到有關證照考試題的相關的訊息 那這部分的話呢你們可以到雲端上面 找到那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的話我講過了 證照考試題目目錄這邊有了 其實它裡面主要就是考你這些東西 所以第一類的話 其實目前我們講到的就是第一類跟第二類 那其實第一類最重要就是格式的什麼輸出 所以你可能要學會一個叫Format的方法 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你忘記的話 你可能要把前面講過的部分 再把它回鍋 複習一下 另外第二類的話呢 就是選擇敘述 就是我剛剛講的IF 有沒有 然後呢 if L 或者 else L if 或者 else if 多重 這個是一重兩重多重 那後面的話呢 才是做回圈的敘述 那回圈敘述的話呢 其實VPA也差不多 VPA裡面一樣會有Fall 一樣會有Fall 那不過Fall的部分的話 有一個就是Fall 有那個Fall each的寫法 就是裡面的每一個 或者是Fall那個Range 比如說哪一個範圍 比如說你不是每一個啊 那個範圍裡面的所有的 你是其中幾個 那這個Fall的學法啊 其實蠻重要的 其實反而啊 用來用去呢 Fall回圈會比Fall回圈 用到的機會多很多啦 尤其是VPA也是一樣 其實VPA第一個 主要還是用Fall回圈 其他的話就用Fall回圈 兩者最大的差別是 Fall回圈有點是 有一個固定的範圍 你把那個範圍全部跑完 重複做嘛 那Fall的話呢 他後面是一個邏輯 如果他後面那個邏輯 為True的時候才做 他不是True的就跳開了 OK所以有點像一個開關 那個閘門 閘門如果 比如說你要進那個什麼捷運的 你一定要刷卡才能進嘛 如果你沒有卡就進不去嘛 有點類似那種感覺 那這個回圈敘述 這個敘述啊 為什麼重要啊 主要原因是因為 電腦喜歡 電腦的優勢又重複做啦 反正不斷做不斷做不斷做 但是人不一樣 人最不喜歡重複做 所以其實主要是 你叫電腦幫你 反覆反覆做什麼事情 其實你就要想到什麼 想到用回圈的敘述 這個for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知道說 你要做幾次的話 比如說從for哪一個範圍 到哪一個範圍的話 那你可以跟他講 一個固定的範圍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範圍 你就是用什麼 畫有回圈 就是當什麼情況 發生的時候才做 不發生就不做 大概會有這些 其他的話呢 就是什麼進階的流程控制 包含就是說把上面的 整個就是整合 再把它做綜合性的應用 大概第四類 那第五類就是 建立一個所謂的函式 一般的話 也許可以翻譯成函數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那你怎麼樣去定義 比如說VBA裡面 它是一個function 然後function名稱叫什麼 那在那個python裡面 它叫def def開頭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function 其實df應該縮寫就是define 那我們比如說呢 怎麼去建立那個函式 它這個使用 然後怎麼傳遞相關的參數 然後呢 那那個function 如果呢 它有分幾種 第一種是沒有參數 也沒有回傳值 就是比較單純 那在VBA就是sub 反正就是做完為止 另外的話就是可以傳遞參數 也會有回傳值 等等 然後這後面我們也會 利用那個相關的範例 讓大家了解 所以一二三四五類 那這個部分的話 前面五類其實是算基礎的 那後面的四類 算是比較複雜 比較進階一點點 那其實呢 在那個TQC的那個 那個官網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 TQC Plus 考試的訊息的話 你可以找那個TQC Plus這個 那裡面的話呢 我常常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總覽一下 它裡面的話有那個 這麼多類 其中一類是軟體設計 那你會發現都跟設計有關的 都在這裡 像那個什麼呢 Adobe的就試傳設計 那建築的話 那個那個什麼 AutoCAD相關的 那我們這邊軟體設計 那你會發現 那個同學日考的就這一張 程式設計Python3 那其實另外有一個什麼 基礎程式設計 你會發現 為什麼有兩個 其實最大的差別 基礎程式設計 裡面我記得好像只有考五題 有沒有 考一到五類 總共五大題 每題二十分 考試時間一樣是一百分鐘 七十分及格 也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你只是想要拿一張證照的話 比如說你在你的履歷上面 看起來比較漂亮 那我跟各位講 你就考個基礎的就好了 一到五類 有沒有一到五類 而且比較好準備 如果你真的雙數題 也不過二十五題 你就每天練功 把二十五題練到 滾瓜爛的時候去考試 七十分應該沒有問題 他就發一張證照給你 你如果只是單純這樣 但如果你是要挑戰 更困難高難度的話 那我建議你乾脆一次就到底 一次就是一到九類 有沒有 一到九類 那花的費用是一樣的 只是說呢 考的題目呢 會多試題 那多試題呢 多很多 那試題是進階題 所以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這個目錄後面呢 最難的其實就是後面 那這六類 這後面幾類 到底哪一些像 串列 其實同學最頭痛就是這個串列 串列 我上次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有點像是 陣列的那種 只是說跟陣列最大不一樣 是一般的陣列是要同一種資料型態 但是歷史可以有不同的資料型態 陣列裡面呢 串列裡面還可以有串列 那變成二維的 那串列裡面還有串列就變成三維 是很多 不過一般頂多二維的 串列用到也蠻有可能的 後面我們還會有這相關的應用 所以會越來越難 那其實六到九題難度最高 另外的話還有所謂的那個 這叫tuple 這個跟list最大不一樣 其實就是list是可以修改裡面的資料 但是tuple的話 最大的不一樣是說它是唯獨的 唯獨的不能更改 裡面的資料你不能做修改 兩者只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那你說 為什麼還要多一個 其實主要考慮到什麼 那個效率問題 如果你是唯獨的話 速度會比較快 不過你說快多少 一般資料根本沒感覺 可能快個百萬分之一秒 百萬分之一秒多少 講話就不只一秒 OK 所以其實我一般上課 我通常會用list 那tuple用到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都可以用list取代了 那幹嘛多一個tuple 除非說你的資料量 可能是大數據 那個數據大到好幾gig的時候 那當然是蠻建議 如果你要有效率上面的問題 比如像淘寶網上面 每秒鐘可能都是幾億次的交易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知道 可能要用tuple 其他還有像set set的話 其實跟dictionary蠻大的 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們都是大瓜糊 這個不好畫 大瓜糊 那另外的話 set其實用到的機會也不多 那set有個特性 就是說你放在這個大瓜糊裡面 如果有很多資料 set裡面有個特別特別重要的地方 它裡面絕對不會有重複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移除重複 用set就好了 假設裡面不是有很多重複資料 你用set一下 它會把重複的資料全部都變成 沒有重複的資料 OK 所以set的特性 像大樂 像比如說我們模擬 像什麼樂透才開獎 那你可能會亂數產生很多號碼 但是會可能會有重複怎麼辦 沒關係你拿set set來用的話 它就會把重複的資料把它移除掉 另外還有dictionary 這個dictionary的話 後面還會再加 這非常重要 它也是大瓜糊 裡面有key value 那這個概念的話 後續其實像jason檔案 裡面會用到 所以jason跟dictionary會 兩邊會合併使用 其他還有像自竄 第八類 所以編的話裡面有關那個什麼 自竄怎麼樣建立 自竄裡面有相關函事庫 這個有點像是 ecell裡面的文字相關的函數 比如說你希望怎麼樣 切割文字的話 比如說裡面很多字 你希望切割某部分 那該怎麼做 其他的話還有像那個第九類 其實最難 我覺得這兩類 這三類真的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那尤其是那個什麼第九類的檔案 叫存取 比如說你有外部的檔案 怎麼去做讀 怎麼去做寫的動作 我想 如果你可以把這九類 全部都熟悉的話 我想python 大概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能力了 所以同學手腳真的蠻快的 就是才剛開學 上個月就已經去報名了 然後也已經考過了 真的非常不容易 所以也許之後的話 可能就請友必 看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那個心得一下 我發現大家都對這個非常有興趣 或許待會有時間的話 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許可以直接跟他 這個問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接著來看就是說 那個我們後面的部分 就是再來的話 請各位一樣開啟 我剛剛是在雲端白板裡面的這邊 有個考試上目錄部分 另外的話 這邊有單雙單雙 如果說你要直接看的話 這邊有雙對不對 雙裡面的話 還有第一類的 其實我刻意就是把它分開來 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試題的解答程式 那其實真的 有閉上的眼睛真的蠻尖的 那因為我這裡面的話 也是有內部消息 可是內部消息的話 可能沒辦法錄進去 所以要把它暫停一下 我想也不困難 只是說你可能要慢慢理解一下 這個東西怎麼把它變這個東西 所以看到了 假設輸入這一些 它結果是這樣 所以這一題的話 需要format 那答案的話呢 就是在這邊 所以就這一串 至於那個詳細的細節 我想我們會在就是 比如說我們上網某一階段 然後再把它補一下 兩邊可以互相穿插一下 也許就是一邊上課 然後正照考題也可以 順便再幫各位做個補充 那當然可能不會每一題講 如果說你對這個考試有興趣 你不然就是自己 後面有一些題自己先練習看看 另外還有一點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盡量還是用自己熟悉的寫法寫 像網路上其實也有人提供一些解答 可是說真的那些解答 別人寫的我完全看不舒服 我的習慣一定還是會全部改寫 或者是全部自己寫過 所以這些題目不是說 我從別人那邊call過來 這邊全部都是我自己重寫過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重寫過 你如果去參加考試的時候 你會非常的怎麼樣 非常的順手 為什麼 因為那你都寫過了嘛 但如果你是背別人的東西 你很容易就會因為背別人的東西 而被別人的那種程式給牽著走 那比如說有些地方跟你原來想法不一樣 可能就寫不出來了 或者可能就寫錯了 所以我建議還是盡量要有自己的寫法 會比較OK一點 所以為什麼我那一次100分鐘 我大概考10分鐘其實我都寫完了 因為很熟了嘛 全部都自己打過了 但是是蠻花時間的 OK所以請各位可以先把那個 我剛剛講的這部分 稍微看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我雲端白板裡面的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們後面 還會再講一些其他的範例 來畫面 但是